下一位夺冠热门人选 谁呀 上一场差一点马尸前提 被观众朋友们给复活了 杨蓬恩掌声欢迎 帅 大家好 我是蓬恩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 你就别跟我说复活 或者夺冠的事行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自从李淡 他第一期说完 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 然后他在后面 他有一路说呀 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 而且什么 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 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 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 我这两天写不出来 我真的快疯了 然后女朋友跟我说 她说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呀 她说你别管了 我说啊 然后第二天 她就买了两张 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 卖第一次商演的地方 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信心 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就是可云 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 我跟你说 我怕我在大街上 真的突然就疯了 我的段子呢 我的段子呢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你会说什么 当然我没指望地 说什么好词啊 比如说什么德过且过 浪费青春 遇人不输啥的 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她突然说了个词 直接把我说懵了 她说 忍辱负重 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她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 然后她选择从内蒙 跟我到北京 很冒险 但是也不知道 什么词该形容 后来又会一个线下观众说 这叫嫁狗随狗 我们当时在北京 其实真的还挺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住在胡同里面 我就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 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 就每天早上 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 而且你知道 早期那个胡同 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 中间它连格挡都没有 我太不讲究了 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 隔壁住的胡同大妈 如果头天晚上 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大妈就会这样看我 这不算什么 她下班之后 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 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 稍大一点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小点声 隔壁能听见 隔壁传来声音 大妈听不见 还有一回啊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 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男的因为梦 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 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 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哎哎 醒醒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有西子睡觉呢 胖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梦梦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还有一个事儿 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递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 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哎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 我心想 这就是夜店吗 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 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 是吧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 我眼睛瞪你 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眼神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号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啊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你偷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打了一拳 然后他说 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 我真的不明白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烟 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 对吧 雕个大雪茄 然后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 对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这玩意儿这么长 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跟叼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Godfather得了阿斯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跟中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对 不能吃不能吃呢 老头留的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怎么问 喜欢能源的朋友 不要忘记这台投票 三 开上镜 二 一 请 这个回北京找状态是管用 找回来了 你的幽默回来了 我这幽默本来留着后面用的 结果发现差点用不上 徐老 预测一下 他不让我说 多惯了 你预测一下 他最后什么成绩 我觉得 就是上一季的时候 蒙恩好像还是 完全是新人 是吧 算是新人吧 就蒙恩现在就跟那些 老的这个投球选手一样 到了一个就是说 要去面对那种创作 要每次要有新的那个段子 怎么样能组合放在一块 面对这种压力 我觉得他的表演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就整个表演 他是一气呵成那样下来 而且你知道 他下了功夫在这个里面 对 蒙恩老师这一气 感觉特别的焦躁 特别颓 你说好了 你现在也不开心是不是 没有 就是其实 开心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只不过这是 一路 主要是相比于去年吧 去年确实自己 作为新人很顺 就像那种感觉 新手手撞那种感觉 然后今年感觉 是自己真正的碰见了 一个那种 新秀墙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也好 就是这个东西 第二年才会让你感受到 它的压力 今年压力大一点 我就不预测了 咱就直接来看票 全部的拍灯 十票 加上现场观众 来看杨蒙恩的成绩 能到90 这次对自己的表现 还是满意 应该是 其实录了这么多期来 最满意的一次 我感觉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直接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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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90了 他终于回来了 他其实演出 一直有一个劲 就想干翻世界的那种感觉 他今天终于站起来了 就是这个 有了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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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